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名网友简陋失败的盘 这个盘呢,是他自己DIY的 颗粒他是从咸鱼上收的 110亿颗,一共呢有8颗 总容量合起来是2T啊 为什么说他简陋失败呢 因为他这个颗粒全部都是坏的 但是又不完全坏 准确来说是这些颗粒的寿命达到极限了 这几个颗粒他贴上去以后刷固件的过程呢都非常顺利 他想着DIY这种事情对他这种老鸟来说supsup衰啦 结果他就在跑测试的时候就疯狂掉牌了 这名网友当时还跟我说 他一颗一颗上测试价都测试了一遍 结果呢是无一幸免了 于是呢他就找卖颗粒的那个卖家理论 众所周知芯片这种东西嘛肯定是上息不保的 最后他只能送到我这里来 看能不能给他回一点血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颗粒这边的价格要880 再加上这个主控板肯定也要上1000多了 因为这个颗粒它现在是拆下来的 先让我把这些颗粒全部给他干回去看一下 先来给他抹点油 颗粒呢我已经全部给他干上去了 现在让我来给他刷个固件看一下 先检测一下他的ID ID识别呢没问题 全部识别出来了 一共32个 给他调一下参数 测一下他的缓存 缓存是OK的 然后直接点开始 嗯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好像是第0个通道中的第4个西医炸掉了 应该是这一个啊 先让我把下面这些颗粒全部给他拆掉看一下 现在这个盘我已经给他拆掉了4个颗粒 我们再来试一下 固件刷完以后呢 它的格式化也非常的顺利 接下来我们来给他测试一下这个硬盘 直接选10G 这个速度看起来呢也没啥毛病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ECC长得怎么样 这个ECC直接标到137了 现在只有读写了10G而已啊 别急啊 先让我给他用URWTest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盘呢正在校院 而且我这个ECC值可以看到刷新一次就变化一次啊 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还非常的快 硬盘第一次测试下来呢 它的检测结果是OK的 不过这个ECC已经涨到29万将近30万了 因为我这个颗粒还给他降过频 所以这边呢我测试并没有掉盘了 大家别急啊 现在让我来给他做一个铁板烧老化一下 时间不用太长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盘我已经给他模拟了差不多一年的老化时间 现在再让我来给他试一下 硬盘降渊到100多G的时候就开始爆错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CC校正已经达到57万多了 而且这个速度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它一会高一会低的 那么像这种摆烂的颗粒应该要怎么修呢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奸商模式了 虽然它当不成MLC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开成SLC模式啊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哇 你好厉害我 这你都能想到 那么像这种SLC模式要怎么开呢 我们先短接连接上电脑 连接以后呢 点一下这个搜索 然后呢 跳转到这个配置页面 这边呢 有一个叫做Strom Page 翻译过来呢 就是叫做强壮的页 我们把这个强壮的页 拉成100% 它就是SLC模式了 然后重新选一下颗粒 给它保存一下 直接点开始 固件刷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容量已经减少到一半了 现在这一个呢 就是SLC模式 这个格式化 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现在再让我来给它测试一下 我们跑个五圈吧 开撸 这个盘我已经给它连续做完了 五次大宝剑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测试呢 是可以轻松通过的 并且这个ECC也没有疯狂的涨啊 一直都是零 看来这个SLC模式 还是可以给它成功续命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还远远不够啊 现在再让我来给它老化40分钟 模拟五年的老化测试 花了点时间 我又给它做完了五年的老化测试 毫无疑问 它的测试结果呢 是OK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问 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就用不严谨的方式 来大概给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MLC 它是每个销 可以存储四种状态的电子的 这个呢 就是销 也就是00 01 11 10 这几种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里面的销呢 会出现这种老化的情况 本身它读出来 应该是要读00的 经过了这个主控 但是主控这个守门员 却错误的检测出来了 它是01 于是读出来的数据呢 也是错误的 这里给到电脑里面也是错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之前不是听你说 还有什么ECC纠正吗 对啊 是有啊 但是这个颗粒本身就被摆烂了 你觉得这个ECC还会生效吗 ECC只能纠正局部有限的错误啊 ECC就类似这种参考答案 或者公式之类的东西 它自己都错了 还帮别人纠正条毛啊 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 为什么它开SLC模式就可以了呢 首先呢 它SLC呢 非常的简单了 这个结构 它要么就存0 要么呢 就存1 而不会像这种存这么多 01 00000什么的 当然这个主控检测这些电荷的难度也就降低了 但是容量呢也必须要相对的折掉一半才行 如果上面这里听不懂呢 我再举一个不严谨的例子 好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出去外面旅游 一路上呢 有说有效 但是因为你的预算实在有限 定的是廉价的旅馆 因为年代久远 隔音效果做得非常的差 但是在外面有说有效就算了 在房间里面呢 有可能就要被隔壁的住客给投诉了 于是呢 服务员就可能直接把你们安排在了两个不同的房间 要么你进去 要么呢 你女朋友进去 如果你问我这个盘到底能不能稳定使用 我只能回答一句无可奉告 当然这是当做娱乐盘 不放重要数据 应该是没问题吧 那么剩下这四片 至于它是板子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颗粒本身有问题呢 只能后续再给它测试一下看看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三送的硬盘 这一个硬盘问题很简单 其实它就是短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电流直接飙到0.6了 而且这里还会嗶嗶响 像这么高的电流 应该可以看到哪里有发烫的 我们直接拿个热成像来给它照一下 通电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里已经亮起来了 通过料板观察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里应该是两颗电杆呢 电杆一般自身不会短路的 所以我们只要判断它是前面短路 还是后面短路就可以了 这里本来还有一颗绿波电容的 不过这个绿波电容已经被上角给拆掉了 要判断它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只需要把这个二极管给它干掉就知道了 二极管干掉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是短路啊 不过这个短路电流已经低了很多了 现在让我来量一下这个硬盘的情况 前面呢是接近对地为0的 后面这里也是接近对地为0的 再来量一下其他地方 这边应该OK 这边好像对地为0了 这里也对地为0 这边还是对地为0 刚才我仔细测量了一下 这几个绿波电容好像是对地为0的 因为它是接着这个供电芯片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供电芯片给它干掉看一下 供电芯片干掉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应该还是短路的 这边只有18欧 它的电阻才起来了一点点 这边呢也是18欧 不跟它玩了 我们直接来给它烧一下看看 这边是个3.3伏的主供电 我这边调了一个2.5伏 准备来给它烧一下看看 哦 两点多安啊 大短路啊 应该可以摸到哪里有发烫的 先让我来给它看一下 六层线打开以后呢 这个板子全部是成这个紫色的 它是一点都不红啊 只有这两根线是红色的 随后我又全身向下的给它摸了十多分钟 按道理来说摸十多分钟 应该可以摸出来点什么的 可是这个盘它就是冰冰凉凉的 一点都摸不出来啊 我感觉这个盘有大概率是板层之间有短路的 因为这个盘它本身只有256g啊 具体这个盘它还修不修 到时候再跟这笔网友来联系一下吧 我感觉到这边都没有了 我感觉到这边是什么事的